它裡面有那個 然後再加上干貝還有鴨 整個添下去超濃 然後它的表情我覺得 認真的男人就是最帥的 就跟我一樣 嗨 各位好 台南出日堂 我們再出來 今天啊 我們又要來吃拉麵啊 然後現在東西可以開放內用了 我真的覺得拉麵還是 真的是要內用才好吃 然後 我本來是想要吃絕碗 可是它今天剛好禮拜一空休 然後所以我們決定 就是找到一間 今天沒有空休的 這間叫做 聽說這個老闆啊 非常非常有那種 日本吃人的精神 所以呢 我們就來吃看看 真的有那麼好吃嗎 好不好 Let's go 現在看這個老闆 在看這個老闆 我們拍照 這個老闆 還是吃到的 現在是這樣的 這個老闆 我們也來吃 這個老闆 後來吃 還有我做什麼 然後我這個老闆 然後我來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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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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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他的拉桑 看這一面就有炙燒味 裡面還有干貝 然後他們可以免費加麵 可是他一開始就加 他不能吃後加 加點辣椒都好喝 他的辣椒 差不多一樣了 他不能吃 等一下辣椒不就可以吃了 我吃到了 我們把它吃一吃來弄個點 吃完了 我覺得今天我們點蒜味雞白湯 我剛喝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蠻濃厚的 然後我自己我點了那個什麼隱藏版的 用鴨去熬的那個湯 我也忘記他的全名是什麼 反正就是很不錯 然後我喝了之後 喔 更濃厚耶 它裡面有那個 應該是蛤蜊 然後再看看干貝 還有我們家 整個淋下去 超濃 而且那個濃度啊 那種 怎麼講很像那種粉條的沒有 它就是那種 你喝下去你不會覺得 咳咳咳咳咳 然後喝起來就是 很濃厚 然後很順口 再看這個 健身碗再來這邊按摩 喝肥的行程 然後它那個叉燒 真的也很厚 也很好吃 可是唯一可惜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這是見仁見智的 就是它的那個溏心蛋有點太熟 我比較喜歡再深一點點的那種感覺 然後如果沒有吃辣的話 一定要吃那個 他們那個辣 這個他們加這個辣椒 辣椒 好香喔 夭壽喔 反正整體來說我覺得 如果滿分十分 我會給到八分左右 還不錯 可是在這邊不能定位 我們要到現場來拍 然後 不知道PX在幫我上那個畫面 我那個師傅這樣子 嗚嗚嗚 帥得很用力耶 然後它的表情 我覺得認真的單純 就是最帥的 跟我們這樣好不好 最後如果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推薦的拉命 想要給我吃到的話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然後我們也週二週四 晚上八點主持商片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掰